大家好,我是大鹏,欢迎你和我一起每天说中文。 Come on! 大家好,我是大鹏,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表达是吐槽。 我想这个表达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非常常用,也非常有用。 吐槽,吐是一个动词,是一个动作,就是让嘴里的东西从嘴里出来,就叫做吐。 比如现在我正在吃口香糖,但是三十分钟以后口香糖变得没有味道了,变得什么味道都没有了。 所以我就得把口香糖从嘴里吐出来。 还有,比如我在咳嗽的时候,生病的时候嗓子里会产生痰,所以也要把痰吐出来。 我们就可以说吐痰,这就是吐这个动词,就是让一些东西从嘴里出来。 那么吐槽是什么意思呢? 它的意思是说出心中的不满,用语言表达对一件事或者是对一个人,再或者是对一件东西的不满,对这些东西的看法。 比如在冬天的时候我就会经常吐槽非常非常寒冷的天气,看电视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吐槽广告太多,广告太没意思。 你明白吐槽是什么意思了吗? 还是先来听一段对话吧? 今天的雾霾太严重了。 对啊对啊,我的嗓子也很不舒服。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蓝色的天空呢 哎 我们在这儿抱怨也没有用 不如打电话向政府吐吐槽 没有没用 说不定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和咱们一样 正在吐槽这糟糕的天气呢 嗯 在中国和韩国 雾霾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雾霾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严重的时候我会咳嗽得很厉害 所以我经常抱怨 经常吐槽这样糟糕的天气 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这不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唯一的办法就是 我搬到一个没有雾霾的城市去生活 那么在你的城市怎么样 有雾霾吗 你会抱怨吗 你会吐槽吗 欢迎你和我联系 和我一起吐吐槽 哈哈 不过也别每天都吐槽 小心这样的行为给你带来一些负能量 其实我们的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好了 如果你对我们的播客节目有什么要吐槽的地方 欢迎你发邮件或者是在下边留言 吐吐槽 那么我们明天一起说中文 拜拜 今天的雾霾太严重了 对呀对呀 我的嗓子也很不舒服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蓝色的天空呢 哎 我们在这儿抱怨也没有用 不如打电话向政府吐吐槽 没有没用 说不定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和咱们一样正在吐槽这糟糕的天气呢